欢迎来到体阅读,带你轻松聊好书,我是主持人林芳颖 今天我们先上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范逸达,达哥你好 你好,范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今天在我们这个访谈单元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关于国际政治相关的好书 那首先呢就是我所上的这一本一触即发 那这一本呢就是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他出版的回忆录 想请问一下达哥,其实你看过相当多的这个政治人物的回忆录 你有没有觉得这本一触即发是不是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呢 他大概都是自吹自擂,然后都拼命讲自己的好话 那艾斯培这本回忆录呢,他跟其他人的回忆录很大的不同点 除了他介绍他自己的生平背景 还有他在部队里面,他在当陆军部长,在当国防部长的这些经历之外 他有很大的篇幅是描写他跟他的老板 就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川普之间的激烈的争执 那那些东西是非常深刻的detail,而且是非常写实的 那我很少看到有一个政治人物 他会这么赤裸裸地把他跟他老板之间的这种争执的情况 这么如实地展现出来 这个让我觉得说蛮压抑的 而且你知道因为他是国防部长 所以他出书必须经过美国的FBI那种非常机密的那种军事情报机关的审核 那既然能够适合通过让他这种说出来的,我也觉得是蛮惊讶的 那所以其实在这一本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艾斯培他算是一个文人国防部长嘛 那他其实跟川普,因为川普任命他的时候其实本来是很欣赏他的 可是后来会引起冲突呢,主要就是因为川普跟艾斯培两个人 对于这个国家跟宪法的认知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这个艾斯培他为了这个要跟川普对抗 其实他是运用相当多的智慧 就是既然他既然要,既要拉住川普 但是又要不能用太,就是不能用太过于这个激励的方式 然后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达哥,你有没有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艾斯培他是如何的运用这个向上管理的方式 是有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呢 对艾斯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嘛 因为他其实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我们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是应该是一个职业军人嘛 可是他在美国101空降师那种最精锐的部队待了10年 后来又到了预备役 大概一共是当兵,当了21年左右 后来他就卸下了军职身份 就回到了文人机关了 他在美国的参中医院当了很多的那些助理啊顾问啊 那后来又在美国很超级的军火商雷神公司里面当了很高的职务 所以虽然他后来是文职 可是事实上他跟这个整个军工业务其实是关系非常深刻的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这样的关系 所以川普觉得说任命他当国防部长的话 那埃斯普他会完完全全去贯彻川普的一些理念等等啊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说埃斯普上任之后 他自己本身系列军校的这样的训练 我觉得对埃斯普的人格发展影响很大 埃斯普他绝对相信说 他所服从的 他所信仰的是美国的宪法 他效忠的是美国这个国家 而不是美国总统这么样一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里面的差距 我们常常觉得说今天谁任命我 谁栽培我 我就是听他的话 可是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而不是川普的国防部长 所以当那个时候川普在2020年的时候 他看到说华盛顿特区那边 有些群众在甚至有机会游行 接近那种快要到暴动的程度 川普很生气 那还是跟埃斯普说 我们不能够调动一万名的国防军 去开枪去打这些沉庭的民众吗 川普说不要打他的身体 打他的脚打他附近 警告他可以吗 可是你知道在21世纪的美国 会发生这种事情 总统会讲这种话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很可怕 你会以为说 这会是当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那种就是用部队军队 拿着枪对着自己的百姓 在极权国家可能会有 但在美国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 可是川普他的确有这样的想法 那身为国防部长 他要怎么去对抗 对抗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谬 而且显然是违背宪法的命令呢 那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拒绝 或者说你辞职 我不干了等等 可是他知道他如果不干的话 川普可能会任命一个yes man 来当新的国防部 那可能就会把国家带来一个更危险的地方 所以他要坚持他自己 他跟川普之间就是 我尽量想办法达到你的想法 但是又不完完全全是实现你的这样的目的 那种折衷的方式 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管理阶层的人来说 我们都应该学习 就是你的对抗 不是那种非常激烈的赤裸裸的对抗 而是说怎么样在安抚你老板的情况之下 让他引导他 指引他走向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个很困难 而且是很高的意思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这个回路蛮大篇幅 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爱斯北海任内 大概18个月左右的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生涯 其实跟川普真的是太多的这种 他描写的非常的详细 包括他跟川普这些像你刚提到的 这样子的对话 都是以前不为人知的 其实是很多让大家觉得说 哇已经觉得川普应该是一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姿势比较夸张一点 也没想到他是真的是 夸张到这种程度 难以置信的一个就是非典型的美国总统 不过我们看到 因为可能明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川普又想要带来重新大会 所以其实看这本书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人到底会不会再次去选川普 出来当他们的总统 这个我们要拭目以待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关注就是 因为这个尾巴冲突的关系 其实现在美国跟中国都介入 想要调停这个冲突吧 那其实我们在这一本一处集报里面 有看到就是艾斯培 他有引述一下这个美国的开国总统 这个华盛顿的话 他说为这个 为战争做好准备 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这个方法 然后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那另外美国总统雷根 他也说到有实力才有和平 其实这个话是蛮值得我们接近的 那达哥您觉得在这个一处集报里面 有没有哪些艾斯培体调部分 可以应用到目前的这个国际的局势呢 我觉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各个国家之间对于这个国家军力 还有备战的那种思维 其实慢慢有转变了 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那个时候 他们的那样的军事部门叫做战争部 是负责战争的 可是我们慢慢看到 现在的各民主国家 这样的一个部队 这样的一个部门 我们叫做国防部 国家防卫司令部 就是说这样的部门 他是要保护自己 而不是以侵略人家为主的 那保护自己是什么呢 你就是要增加你的军备 中国有一句句话 物事敌之不来 正是由以待之 你如果没有做好强大的军备 让敌人去评估说 我攻击你的时候 我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后他就裹足不钱的话 那其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那另外一句话 就是居安思维 所以在其实是和平时代 我们也要想办法 就是要维护我们自己 最基本的军力 而且千万不要想 别的国家 是不是会来支援我们 我们看之前的乌俄战争 我们就知道 很多人以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开战 美国会军援吗 结果后来你发现 美国没有把他部队投入 他只是投入武器 真正作战的还是乌克兰自己的老百姓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有的台湾人讲 如果有一天跟中国开战的时候 美国部队会不会过来支援我们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想好 你要去等待美国部队来支援我们 不如我们先强壮我们自己 当我们做好准备之后 其实敌人评估 要侵犯台湾 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可能就会在郑重的思考 这个才是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 没错 其实我们从这些 其实我觉得艾斯培这本书籍发生的提点蛮多 大家就是在 不管是这个美国政治啊 外交上面 他们这个 这个计谋方面是如何去盘算出来 当然也提到就是像 跟中国这样大国的竞争 另外可能有小部分也提到 就是台海这边的这个 或者是亚洲这方面的局势 其实都还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接下来呢 还要请这个达哥再帮我们再推荐一下 另外一本 所以是我手上这一本红色赌牌 其实这本书蛮特别 它是藉由一对中国权贵夫妻的 这个企业家的故事 跟揭发了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权贵的一些 后面这个幕后奖励的 这个过程的这个真相 那这个是一本 这个中国作家神动的这个作品 那这本达哥 您推荐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红色赌牌这本书 它在排行榜上的时间没有很久 这让我觉得说蛮压抑的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说 整个中国的政商关系 它是非常腐败的 非常勾结在一起 但是很多我们都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的目击 这本书的作者神动 他自己本身是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业家 他跟他的太太 应该算是前妻段伟红 他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很大的 宝格丽的很大的大楼 甚至在北京的机场最大的物流中心 也是他们盖的 那他跟当年的中共的那个总理 温家宝太太 他们称为张阿姨 有非常深厚的交情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裙带关系 基本上这些机器很升天 他们才能够接触到 那个中共上层的社会 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生意 那他用他自己第一手的方式 亲眼目击写出了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配上照片 他是非常非常具有说服力的 这本书在大陆不可能出版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在海外出版之后 我们看了这个书之后 你就会更了解说 大陆的那种前权关系的那种 权力交换是怎么一回事 即使温家宝在 可能在大陆那边 获得的评价很高 但是你看他幕后 他的他的整个家族 还是脱离不了 这种前权交换的这种交易 这本书是让我们 更加能够看清楚说 中共的那个体制 是怎么一回事一本书 真的可以推荐大家看一看 对 其实那这本里面 他是不是 他是用过 他其实他是 有点像是 这个里面的情节 算是真实性如何 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 影射的这个写法去 去写出这些故事呢 沈栋自己本身就在大陆经商 然后是房地产的商人 然后在大陆我们讲 北京机场 我们现在如果坐飞机到北京 第三 第三横下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全北京最大的物流中心 就是他们家盖的 所以那东西都是他深切 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那这本书前面有很多张的照片 包括他在巴黎那边宴请 当年中国来北京的权贵 一餐饭里面单单开的那个红酒 的酒钱就花了十万美金 十万美金大概就是三百多万台币 这让你觉得说非常北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在大陆里面你说他们可能是炫富 但是他们是要让其他竞争者知道说 我有这样的钱 我花得起而且我敢花 为什么因为我背后有权力的靠山 我这样子花钱不会被人家斗着 那是一种实力的展现 这是非常赤伯罗的事情 所以这跟我们以前看的那种所谓的 影射性的暗示性的虚幻小说都不一样 他很写实非常写实的书 对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国际两岸之间 也是从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大陆包括说 像之前我们看到秦刚的落马 然后最近的是这个李尚福 突然两个月之后就人就不见 其实要在中国政治里面生存下来 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如果这个高官被揭发 比如说这个贪腐啦 或者是这个收贿的情势 其实我相信其实应该也是很难 很难再继续再从这个 如果一被拉下吧 应该就没有机会再回来 所以看这些暗示性的 我们可以是不是就可以了解更多 这个中国共产党他的 这个些怎么讲 他们的布局 沈栋之所以会写这本书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前妻 可能在大陆也是数大糟糕 而且后来习近平上来之后 整个政治局势改变 他前妻被抓了 然后被软禁了 那他其实出这本书 某种程度是为未就造 所以他说他那本书在出版 要出版的前两天 他太太出版天出现了 能够从大陆打电话给他 他那时候在国外 能够联系上了 所以相对的说 中共也很担心沈栋的书 会把中共更多不堪的内幕 给揭露出来 那因此某种程度 对沈栋的前妻 慢慢的放松了管子 他是作为一种交换的方式 就是希望说沈栋 你到此为止 写到这边就好 不要再继续写下去了 所以你看对那些集成证 你有时候施加一点压力 还是有点用处的 没错 其实这个听起来就很精彩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这一本书 那最后一本要请达哥帮我们推荐 就是我手上这一本 这个叛国者 其实这本书是一个资深的 这个政治记者他所撰写的 那他是改编自 这个两岸最高层级的 这个间谍案 少康专案的真人真事 其实从这本书是不是也可以 他传递的大概是什么样的讯息 那这里面的 这个因为是改编真人真事嘛 那这是不是请达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李志德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记者 我跟他也认识 以前本来在《金周刊》 《金文曲》 他后来就写了这本 这本叛国者 里面讲那个少康专案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知不知道 其实就当年95年 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曾经安慰我们过程 说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阿贡打过来 那个飞弹是哑巴弹 那为什么李登辉会知道说 那个是哑巴弹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军事情报局 策动吸收了 在大陆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上校 还有一个少将 那他们把最精密的情报传递回来 让我们的情报局 然后让我们总统知道说 虽然那个时候中共在试射飞弹 但是在飞弹上面是没有再 有爆炸性的弹头 那因此李登辉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经历信息给供诸于国人 那也是因为李登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 让整个大陆的那边情报机关 他们发现说 他们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外泄了 因此最后侵查 然后把那个少将把那个上校都抓到 后来判了死刑 也都全部都猝死了 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台湾在大陆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以后情报网 整个因此瓦解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当时爆发出来之后 大家都惠莫如深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整个情报体系里面 对于一般流传的情报事件 情报机关他是不会承认 也不会否认 他就是完完全全是不予置评 那这个事情其实媒体炒作过了两三天之后 后来就平息了 那过了这十几年之后呢 李志的把这些事情 他就是逐一去查访当时的当事人他们的遗嘱 或者当时的长方部署 然后把他写成了这一本叛国者 那虽然说因为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去写 他把当事人的姓名都变更了 可是里面的时间地点场景跟情节 跟实际上的史实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符合的 那我也很高兴说一位资深的记者 能够用这么样的 他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做深入的采访 然后把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很精彩的 两岸之间的谍报史 把它完整地呈现了 那这样的历史 他其实不应该被尘封在历史之中 然后让这些非常多的无名英雄 从此就不见天使 他应该要回归到真相 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国共之间的斗争里面 有些人曾经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其实讲到这个谍报战这件事情 很多人对他评价不易 可是你要想想 两岸之间虽然有谍报战 那也有一些谍报工作人员 因为的这些谍报战 因为他自己身份暴露 然后因此的牺牲 可是你想这种谍报战的存在 他其实是取代热战 如果两岸之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谍报行为 发生的时候 其实两岸之间 没有任何的讯息沟通往来的话 很可能会产生误解 很可能会有一触激发 甚至擦枪走火 然后发生战争的事情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就会发现说 这些谍报人员 他其实对两岸的百姓来讲 其实都是有很多的造福工作的 对没错 其实因为毕竟现在两岸的情势 其实还是在这个紧张的状态 其实我们过去也常看到 有时候共谍案 或是说像向心夫妇 就是不时就会传出 是不是又有谁埋伏在哪里 然后被查的 那其实这个对现在两岸情势来讲 其实间谍这件事情还是 我相信它是一定存在 只是有没有被揭发出来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常讲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其实也是一个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手法 可是很多人其实可能没有办法辨别 就是不是被认知作战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名词 可能不知道怎么判别 那您觉得这本书 是不是也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所谓认知作战 那我们当年小时候 那时候还在国民党戒然时代的时候 常常会被宣传一句话 就是匪谍就在你身边 对对对 我们要随时刻刻提高警觉 保抑保抑人员有识 对那时候大家真的会提高警觉 然后反正见可疑追查到底 遇问题立即反应 我们那些话朗朗上口 可是后来慢慢成平的日子久了 甚至两岸关系慢慢的和解解冻了 我们就觉得说战争可能不会来了 甚至于觉得说对岸可能跟我们 大家以后会和平相处 其实不是的 任何时候 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 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然后为了要防范任何一个 他可能的对手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台湾的周遭 我绝对相信中国那边会派间谍来 美国可能也会派间谍来 我为了要刺看我们这边的情报 要收集回去 给他们自己国家领导人做判断利用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失去警觉性 那最近这几天闹出了一个蛮大的新闻 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龄 他有一个外遇事件 那大家现在发现的事情 第一个当然外遇 他可能跟私德上面会有一些关系 但大家可能更关切的是 赵天龄自己本身是立法院里面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他会接触到国家最重要的机密事件 而他外遇的那个对象 是一个大陆那边过来的女人 所以你就会很 就会马上联想到说 这会不会跟当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俄罗斯他们那边所训练出来的经验 那样的一种特工人员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身份的人 他们是不是有意虚意的来接触我们执政 然后能够接触到机密关系 机密公文的这些立法委员 这个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不是起人优点 这些关系我们可能真的应该把它查清楚 对就像达哥讲的 其实真的是承平世界 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从小被威胁到大了 大家反而去失去了这个警戒心 那其实就像我们通常都是因为 比如说俄乌战争 或是尾巴冲突 大家又再重新检视一下 这是两岸的关系 或是像之前大家会形容说 什么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或像之前就是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国际情势来比喻 反思一下台湾目前的处境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可能真的是要有一点警惕心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战争 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 尤其是年轻 其实真的是一触即发 就像最近我们讲的那个什么 以巴战争 以色列它是一个全民接兵的国家 以色列的情报机关 摩萨特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情报机关 结果它竟然没有办法去判断 收集到哈马斯的整个军备 战备的状况 你就知道一个成平的环境里面 真的会让大家失去紧接性 这个温水煮青蛙效应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没错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三本书 都说其实都提到一些 关于这样子的概念 你看像从一触即发 其实就提醒我们蛮多 其实一触即发四个字 包括是在川普跟艾斯培之间的关系 包括我们两岸的关系 包括现在引发的冲突 对其实我觉得 它不仅是一本回忆录 它也教导了我们很多 包括说这个战略方面的思考 或者说像人人都要有这个 比方说我们全民皆兵 但是人人要有这种危机意识 对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达哥 跟我们分享的这三本 非常好的好书 那我们体阅读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